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啊 手榴弹 这下他总该没命了吧 这手榴弹质量不错 可惜对我没什么用啊 不是吧 他到底是人事鬼 去吧 这些家伙交给你了 来喽 怪物 都是怪物 我现在就护送您从命到离开 想跑 门都没有 大小姐快走 我来偷住他 好一个忠心耿耿的汉子 可惜跟错了人 仅仅一击酒 你 你到底是谁 死到临头才想起问敌人的身份 你不觉得太迟了吗 哼 楚衣可是当今世上最年轻的仙天 惹到他 你算是踢到铁板咯 仙天 楚先生 不 楚大师 仙剑是我永远不识太善 只要你放我一马 多少钱都可以 我不需要钱 那您要什么 我要所有跟我作对的人 得到惩罚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怎么回事 爱丽莎不接电话 连助手也是关机 喂 爱丽莎 是我 岳父大人 您出关了 别废话 立刻开车来接我 去基地 是 岳父大人 我现在根本联系不上爱丽莎 我知道 怎么会这样 基地呢 应该是被楚衣破坏了 那爱丽莎她 没错 她死了 死于愚蠢 不 这不可能 你们两个蠢货 明知道对方不好惹 却还贸然行事 你还活着 就已经是幸运了 岳父大人 不 巴德殿下 你一定要为爱丽莎报仇啊 用不着你说 怎么说 爱丽莎也是我的女儿 我会让她付出代价的 回来得有点晚啊 秦燃也被安排住在这栋别墅里 进门轻一点 不要打扰她 嗯 知道了 不对 屋里怎么一团西黑 有其他修者来过的气息 快进去看看 秦燃 你在哪儿 一个人都没有 想必是有人为了对付我 向她架了手 想救人 三日后到战神殿来 被绑架了 嗯 不过既然是绑架 那现在应该没什么生命危险 你准备怎么办 很简单 踏平战神殿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画境高手 寿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证 就连斗雀公的古武钉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世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金丝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仙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崛起之路 邪鬼 圣面杠 解锁漠视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 勾结了 我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吧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周四周六 更新一集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最后应该是个人的行李 老师 余的氏 连锁 延下 人们继续 二十四 二十五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